7月22号 A股收评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财经 沪深300ETF尾盘显著放量 但大资金不愿意买的心态 体现的很明显 央行年内第二次降息 今天降了10个基点 降息的原因跟股市下跌的原因 有很多交集 上证指数 今天是跌破了所有均线 收了一个长线的线 接下来是不是要再创新低了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重点关注一条指标线 上证50今天是终结了九连扬 二浪回调 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多大的空间 然后再聊一下课掌50 还有创新版纸 我们来一个一个去讲 第一个我们去聊一下 沪深300 沪深300ETF 今天全年成交是61.3亿 但在尾盘最后的一个小时 是成交达到了45亿 也就是说全年成交量 基本上都是在尾盘所成交的 我们去通过对比一下过去的这6天日 它的分时图的量价关系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在当前这样一个高位区域 大资金也是不愿意去买的 各位 就但从今天来看的话 你看今天这个量能 相比于上周五上周四上周三 成交量就是要小的 然后看分身图各位 这是今天的分身图 今天分身图就在尾盘 在尾盘的这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出现了量能的放大 那在上周五我们看到 上周五在早盘10点钟 上午第二次 中午开盘 下午一点多 两点多尾盘一直有放量 包括在上周四同样 你看这种量能这种放量 然后在上周三看这种成交 找盘放量 中午放量尾盘放量 上午放量 中午放量尾盘放量 是不是很明显 那么在今天 今天只有在尾盘最后的这一个小时 才有资金去买 而看日线级别这个位置 这么高的位置 顺便啥 顺便在这个位置 大资金 也不想花太多钱 在占一个高价格去买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那既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就要警惕了 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往下有调整 当然技术面上 它本身就需要有二浪的回调 这是一浪上涨 打破颈线位 打破颈线位 那么接下来 它总是需要有二浪回调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去谈的第一个事 第二个的话 去谈一下央行降息 那么今天是一年期 五年期的RPR均下调了十个基点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降息 上次降息 五年期的RPR是降低了25个基点 也就是说今年这一年 五年期的RPR已经降低了35个基点 那大家有月供要还房贷的 的确每个月还的钱少了一些 但同样各位贷款利率降低 存款利率也在往下降低 就在今天下午的1点23分 那么国有大银行已经有了 要去下调存款挂牌利率的 这样一个信号 这样一些消息 而且按照历史经验来讲的话 他们的的确确很快就会去下调存款利率 而降息就一定会是好事吗 各位不是 很多人理解为降息就是利好股市 未必各位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降息 但是降息之后 没有影响市场再往下创新低 对吧 而且大家要想一想 为什么会降息 在行情好的时候 在我们过去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时候 我们不会降息 反而可能会加息 对吧 而现在经济发展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那么开始才有了降息 那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 降息背后的原因 跟我们股市下跌的原因 有很大的交集 其实跟基本面有很大的交集 对吧 所以降息本身我们不能够去理解为 就是纯粹的利好 它反而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当下的经济 它需要通过降息来刺激 它需要通过降息来刺激 那这个表明经济还是有很大的阻力的 好 那再聊一下上指数 上指数的今天是跌破了所有均线 我来看一下K线图 今天是跌破所有均线 今天是收了一个向线 我们先看一下三分周期吧 从三分周期上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上攻结构目前依然成立的 看见 上攻结构依然成立的 对吧 这是一个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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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一点还是在不断抬升 所以三分周期的上攻结构依然成立 那么景象位呢 景象位在这个点位 在上周四的最低点是在2937点 那大家要记住了2937点这个位置 一旦被刺破了 短线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爆反弹的这种幻想了 好吗 就是2937点不破 你还可以去想一想 可能是不是还有反弹 还有这种概率 但一旦这个位置2937点被打破了 三分周期的上攻结构被打破了 那就不要再失望有什么反弹了 那至少三分周期就已经走坏了 而当年日线周期呢 其实已经走坏了 日线周期目前又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而且一直是处于3000点下方 所以市场整体这种疲惑的态势很明显 你不要光看到今天这个下降线 下降线在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今天这个长下降线 其实跟7月5号这个长下降线很相似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甚至说今天这个下降线 还不如7月5号那个下降线有效能 因为位置不同 7月5号这个下降线是处于一波下跌 第三根阴线出现个下降线 也创新低 但今天这个下降线呢 是处于一波反弹之后的相对高位 出现这么个下降线 而且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下降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你没有必要去做过分的解读 这个位置不属于这种奇纹什么见底的位置 而仓位层面上我们还是那句话 关注一条均线各位 就是这条30均线 这条绿色均线 这也是我们当下上升指数最关键的一条均线 30均线 30均线没有站上之前 短线仓位控制在四层就可以了 好吧 或者三层或者两层 总之要控制在四层以内 就是30均线 大家可以把30均线打在平行区 那如果大盘能够去站上这条绿色的30均线呢 我跟他讲 那将会顺势就往上去突破这个位置了 突破这个景下位了 那么这一波一浪上了也就形成了 所以收盘价能否站上30均线很关键 很关键 我把这个收盘价打上来 收盘价 没有站上30均线 仓位控制在四层以内 还有一点 目前整理趋势还是个下跌趋势 下跌结构 目前还是处于所有均线下方 所以大盘再创新机的风险也并没有解除 2904点是不是底部还是一个未知数 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这个再创新机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好 然后再去聊一个是科障50 科障50指数 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 又收了一根阴线 那么在上周五的视频点 我们提醒了 科障50 现在还是个下跌的结构 目前上涨遇到这样一个压力区域 一个是这个密集成销区域 一个是这个下跌趋势线 所以我们讲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 将会有一个中阴线 这是上周五的收平观点 那么在今天呢 今天是冲高回落 那么今天是科障版成立的五周年 那么今天冲高回落 说这个小羊应该是给这个五周年一个面子 给彼此一个面子 那么今天过去之后呢 在明天会怎样呢 明天可能就要有阴线了 所以明天下的概率很大 不要去追 上周五不能去追 今天更不能够去追 而我们真正从交易操作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至少要等科障五零往下跌两根阴线之后 才能够去考虑要不要去关注它 要不要去上车它 所以在两根阴线没有走出来之前 这种指数就不要去看了 位置有点高了 不能去追了 好吗 这是科障五零 而再来个三仗五零 三仗五零今天是一根阴线 终于终结了这九连羊 对吧 终结了九连羊 那么今天这一个阴线呢 直接回到了 看一下回到上周三的时候 这样一个水平 对吧 回到上周三两个水平 那么今天这个阴线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二浪回调的开始 那目前就处于二浪回调阶段 那么一浪上涨经过了几天呢 一浪上涨经过了九天时间 那么二浪回调呢 二浪回调 我们至少需要等它出现三根阴线 对吧 一浪涨九天 二浪回调三天 这个三天并不过分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做二浪回调之后的低吸 去博取未来所谓的三浪行情 那么至少在时间维度上 要等待三根K线之后再上车 这是时间维度上 那么空间维度上呢 空间维度上我们给它提醒两个支撑位置 一个支撑位置是下方的二十字均线 另外一个支撑位置是这一个颈线位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支撑位去画了这么一个箱体 就这个小框框里面 大概是在2408点到下方的2376点 这是支撑区域 所以一方面时间要给它三天时间 另一方面空间呢 要跌到支撑区域 才是上证50指数 它二浪回调之后的机会 所以需要多少时间空间 我们讲清楚了 对不对 然后再去聊一下串板指 串板指 我们谈一下这个指数 我们说这个指数入 它是一个下跌结构的指数 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的指数 量价关系并不好 最近这一周没有出现放量 而且串板指 它受到少数的几个全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指数是不稳当的 整体来讲 就三个字来表达对串板指的观点 就是不关注 不操作 远离它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顺畅视频 对于整个指数的一个点评 对于ETF 对于央行降息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分析 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 我们稍后会去录制板块的点评视频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网网采研发A 然后评论区打一个722 好吗 作为我们之间的暗号 再见